我想說幾點 我作為立法委員 第一對立法局的批評不是我第一個 其實這次審計處的報告 只是在過去幾年立法會裏面 我們想問這個女法局 可不可以給我們看財政預算案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計劃 我們花了很大氣力 都拿不到很需要的資料 實際上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兩年前說過 炒個大花童 所以及後審計處 當時他有收回的 記不記得行政長官收回 當時周梁淑儀好像很生氣 當然現在所有人都不在位 這次是政治語言 這個可能收回來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他覺得是他的夥伴 批評一個夥伴可能對他合作是沒有好處 正如好像是田北俊 這樣批評是在山頂的選舉裡面 最後又輸了 我覺得跟這個類似 不過我覺得剛才所說的 我不是反對審計處有些事情 比如現在最關鍵的 好像善議員自分所說的 就是你自己定了一個規則 他去審核你有沒有做 我覺得這個需要但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主次問題 只是現在如果你將這個報告裡面 說了會不會有些人 就是已經有機場 插了頭等艙 或者就是這個行政總裁 他這個應該就是沒有這個 醫療這個保險 現在是有了 我這些 就是我不可以說是完全是不重要 但我覺得不應該是審佈裡面 是主要的地方 也都不是我們今天應該主要討論的地方 當然另一方面不一定是他審佈裡面說 審計 他到底這個旅遊發展局 到底他這個做事 能不能夠符合到這個成立機構的目的 能不能夠真的比較好 這樣去推廣香港的旅遊 我覺得主要應該是這一方面 而不是說是執著 好明白 到底他這個搭飛機 這個經濟艙搭頭等艙 我覺得這個 你說是不是浪費 可能是浪費 但這個浪費是不是很大的浪費 當然看看是不是個個都去集合經濟出貨 我先要補充一句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其實我們曾經要求過有關人士 包括自由黨 包括其他的政黨 例如民建聯 當然田北俊 周梁淑儀等等 我們都有邀請過的 但因為他們本身就說是有其他的事 所以沒有上來 所以我們今天會見到兩個嘉賓 好了 現在我們兩個嘉賓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就要問問 就是究竟我們要衡量 現在裏法局 究竟是否純粹應該根據審計署 現在已經定了的東西 還是我們應該還有多些東西去看呢 那才叫做重其大體 阿善佑佳你怎麼看 首先這麼說 審計署他執行的工作都是法庭給他的工作 他又不能超越他的法庭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真的去行公兩席 就是根據法定賦予的權力 就按剛才我所說的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機構有政策 有一些管治 他的題目就是企業管治和行政事業 根據他自己定落的規矩來做 簡單來說你覺得審計署是合乎自己本身的職權 他又不可以做多很多 不是他職權範圍的工作 他又不可以的 他是一個機構 他是一個公務員體制之下 他又負責監督政府怎麼去花錢 最主要就是 在他現在已經審核了的範圍裏 你覺得有哪些事情必須要交代 然後將來要改善 我只覺得顯示出來 其實最重要就是管治問題 這個題目就是叫企業管治 女法局的組織就是一個理事會 周梁淑儀就是前任主席 還有理事會有20個人左右 另外就是有所謂行政總裁 加上他的百多個員工 和一百個海外員工等等 他來推行整體女法局的工作 裡面理事會當然負責監 整個幾百員工的工作 行政總裁當然負責推行和建議一些政策 那麽問題最主要是董事局 或者理事會 有沒有有效地去監察到 就是所有的工作 是否按他們自己定外的規矩辦事 那麽你即是講的沿堂問題 應該是載入這個理事會 是的 理事會如果定了 你覺得是彈性不夠的 什麽員工搭什麽機位 你來按張辦事而已 其實是講真的 你覺得那個張是太過緊的 譬如說剛才所講 就是要包上醫療保險的監 你一個服務條件就定了 要問教授 教授你覺得現在我們能夠看到 就是由這個審計處報告資料 證不證實到他的理事會是不稱職呢 我覺得這樣剛才講 就是好像剛才市議員所講 就是那個審計處最主要 就是看一下他的行政方面 因為你剛才講 就是我覺得這個報告裡面 因為我沒有詳細看 但是初步的感覺 就主要跟那些行政方面去看 而沒有一個比較主要的 譬如說他做得是否稱職 他能不能夠 就是這個公帑 比較有效利用 能不能夠達到 就是我們希望推銷這個香港的旅遊 當然剛才 善於說這個可能不是審計處的最主要目的 因為不是法定的這個規定可以做的 我覺得可能就是這個 我覺得比較重要 過現在這個審計處這個公司 謝謝教授 麻煩議員 我們就可以超越審計處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回來講 究竟應該怎麼去看我們的旅遊推廣 好吧 我們等一下回來一會兒 再繼續大明大放 再見